90后带两狗打工的生活 这不年也过完了吗 糖也吃完了 该出去打工咯 这个打工就跟搬家一样 东西是真的多啊 不过东西再多 也给你们俩留了个位置 不对你们俩好吧 没想到到了新地方 他们俩胆子是真小啊 这不还没入住 就免费给人家走廊拖了个地了 想着还有好多东西搬 就给他们俩关起来了 没想到小黄直接吓得发抖了 结果三个小时的努力 终于搞好了 你们俩到了新家 可不要拆家乖乖的哦 好吧当我没讲 惠惠我真不知道你是要干嘛 你真狠啊 连自己都咬 啊 啊 惠惠你这是要干嘛 这才多久 你就开始拆了 你怎么不学习小黄 看看小黄多乖 我发现你真的是废了 啊 无可救药 干嘛 阳台才是你最终的归宿啊 别败了 你就好好在里面反省吧 你是不是傻啊 啊 你们俩干嘛 小黄是不是傻啊 快跑 好了不要打了 回家洗澡了 过年了 洗澡了 舒服吧小黄 喝会 你呢 祝大家新年快乐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